上面输入日期 然后它的工作名称 还有天数呢 去把它写入到干特图 而且不会重复到 不会重叠到上面的这个 然后颜色也不会重复 那我们利用这个 我想这地方 我们组航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如果按下去的话 那所以我在这边 设个中断点 那比如按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因为理论上按下按钮 它就会直接执行 那不过我是比较建议各位 如果你写完程式之后 不确定说程式 它跑的情况内容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设个中断点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 那再来按F8 你去观察一下 这里面的值 比如说X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上面的日期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就是 第二个值就是AutoCave 然后再来第二个值就是5 也就是把这三个画面 上面三个值取得之后 再切到这一个干特图 所以呢我这边写一个 Shit2.slack 它就切过来 切过来之后呢 我要取得什么呢 取得目前 从共有几列 那回传回来之后有五列 没错 会五列 然后看是不是 就是大于 等于这个这个值 就是如果只有标题的话 那会回强这个值 那现在不是的话 就往下 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值怎么样 第一个值5 5的话就是我的编号 刚好编号怎么样 写到第一栏里面 所以第一栏 那列号刚好就是R加1 R加1列 然后第二栏的话呢 就是放什么呢 我的工作名称 再来的话呢 我的起始日期 再放什么呢 起始日期再加上Z OK 再来就是填上颜色 那填上颜色 你会发现这地方 它乱数产生一个颜色 那目前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号码 那这个号码的话 实际上就乱数产生 就是一个颜色了 乱数决定 那这里的话呢 接下来 我要从哪边开始填呢 这个刚刚有讲过 就特别注意就是说 5的话实际上 这个5的数字 是因为我前面呢 有总共还有四栏 所以我要从这个地方 开始填 那可是再来就是 要加上什么 加上I I的话是0 也是第一次就是 再来就是呢 要填到哪里 因为我在Z1的地方 有记录 它现在填到哪里 所以它自动会跑到哪一栏 然后把颜色填上去 宽度的话 必须要给它 Columnwise 1 所以填一个1 然后再来颜色给它 填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刚好在Z1 再加上5的位置 就在这里 然后呢 要跑几个呢 根据什么呢 就是根据Z 有几天嘛 所以要填几个格子 一个一个格子 慢慢把它填上去 那这个Z的话 有5天 所以就会有5次 填了5个格子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再把这个Z Z1现在是23 所以再加上 因为我后来 我还要再往后填 所以必须要再加上Z 把它填 改回去 那改回去之后 Z1呢 现在里面还是看不到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把里面的颜色 改为白色的 那最后呢 当然我在那个 云端上面放的是 没有写这个部分 因为如果你没有写 这个部分的话呢 到时候 界面上面 现在是2月23 那如果说呢 使用者他又填2月23的话 可能会造成什么 干特图 这个地方 它会有重叠的地方 所以我把这一个 最后的结束日期 这个里面 这个怎么样呢 把它写回到界面 写回到界面之后的话 再加1 那所以呢 我这个词啊 我要知道说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啊 是在我城市这边有 Sales R加1 就是这一列 的第四栏 所以这边一定固定在第四栏 我就写第四栏 取得的这个日期 就是给这个地方A 所以我这个地方 A取得就是一个日期 就是2012的12月28 再来切回去 到第一个工作表 切过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A 加上一天之后的话 再写到哪里呢 写回去到C3 写回到C3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A加1 写回到C3 写回去 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是28 自动加一天 这样的话就避免掉 这个日期啊 可能会因为这样 重复的问题产生 OK 那就完成 这一体的 这个城市撰写 OK 我想各位 试试看 把这个部分先完成看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哦 谢谢大家